香港专题反送中行动规模持续扩大 示威者昨日发起罢工罢课 罢市的三罢活动 警方则在全港各地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武力清场 CNN指出 目前虽然无非常确切的证据 指出北京当局计划镇压香港 但是这种潜在危机引发的恐慌心理已经在香港市民间蔓延 如果北京当局真的下决定 最终恐导致灾难性后果 据CNN报道 从数据上来看 中国虽然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目前却在与美国的贸易大战中疲于奔命 而且身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因其特殊地位 一直拥有着世界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良好声誉 并在过去数十年内让中国经济受益匪浅 不过 隶属中国军方的驻港部队一旦踏上香港街头 恐怕导致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出现重大灾难 该媒体引述多名专家分析指出 若被京当局真的派遣驻港部队实施镇压 香港的故事会应声而倒 其次房地产市场会崩盘 接着再出现大规模的逃亡潮 在此之际 香港长久以来 所谓安全与稳定的商业地位将彻底崩盘 大量跨国公司将会撤离 即便不会完全放弃在香港的业务 但是出走新加坡将可能成为主要趋势 香港金融局之前公布2016年度数据 中国有高达61% 外国直接投资是来自香港 有监于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十年 直接一直的立于香港的特殊地位 因此后者一旦崩盘 中国势必会受到严重波及 进而造成灾难性 难以回复的重大伤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